巴塞罗纳的修道院之一 里面也是玉音堂 修道院隔壁 这里是一种老房子很旧很久 原先这里是工厂 现在给大学拿去的 这里许多年轻人在玩流冰 小伙生能玩流冰鞋 玩得不易漏 小伙生能玩流冰鞋 玩得不易漏 这条巴塞罗纳的旧城区小街 这里是阿拉伯人居住的最多 这条巴塞罗纳的旧城区小街 这个是虚立压支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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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巴塞罗纳的旧城区小街 这个是虚立压支撑的 这条巴塞罗纳的旧城区小街 这个是虚立压支撑的 这条巴塞罗纳的旧城区小街 这所谓是虚立压支撑就 while at служ daha Schutz of the entire town 就是虚立压支撑的街 小街两边的房子并不高 屋巨筋 我们都陆压支撑的 宅家跟你其我 你在这离 coleck 巴塞罗娜视听艺术大学 这些都是在排队等待注射疫苗的人 现在每天有好多人都在注射疫苗 继续走在西尼亚的小道上 现在这一段一点没有人 看看对面 这个地方是蛮有意思的 这里也是巴塞罗娜的老城区 住了许多阿拉伯人 这地方也有叙利亚领土的说法 这是一家 大学校园 这是有的人画的座 画画的座 这条街就是著名的Ramblas花街 巴塞罗娜著名的步行街 凡是外国游客到巴塞罗娜 必定要在这条街上走一走 这条街上你说有什么东西 也没有什么东西 就是卖花 以前有好多卖衣的人在街上表演他们的那个行为艺术 现在都被禁止了 这条街的正式的名字就叫Ramblas花街 因为街两边都是卖花的小滩 这个文学大师 余秋雨老师 在他的作品 文化苦旅 里面说 这条街就叫流浪者 之街 其实流浪者之街这个说法 没有一个人说过 是 不知道余老师是从哪里听来的 后来有人说 是一位来自中国的导游陪他玩的时候说 这条街吧 以前都是流浪者在这里卖唱卖艺 所以呢 这个流浪者很多 接下来 于大师一听 流浪者很多的大街 于是 在他的笔下就成了 流浪者大街 接下来 就许多没有来过 西培亚 没有来过巴塞罗纳 没有来过这条Ramblas花街的人 看了于大师的文化 大哭鱼 脑子里第一个印象就是巴塞罗纳有一条流浪者大街 哎呀真是一鹅残鹅 这个于大师一错就把成千上万的读者都说错了 都想错了 这里是著名的巴塞罗纳 这边是什么 厅残鹅残鹅 这个大科剧院的 这个在欧洲的名气不小于这个奥地利的大哥剧院的名声 但是西班牙人不大会宣传自己 所以中国人很少知道巴西罗纳的里西欧大歌剧院 看看上面 这上面写着 Téatro del Liceo Liceo大歌剧院 今天在里西欧歌剧院 演出大歌剧 Otello 是意大利著名作曲家的作品 虽然 有疫情 但是还是挡不住 许多热爱歌剧观众的脚步 Otello 这种很外墙很漂亮的楼房 每一个设计都精雕细足 小街两边有很多卖工艺品的小摊子 这里是卖冰箱贴 我们看看冰箱贴在这里的价格是多少 他还说的是offit offit就是降价 降价的话是一个3.5欧元 三个是10欧元 这个降价太贵了 现在一般的巴基斯坦人经营的商店 这个东西一个都一个一欧元都没人要 这里是在外国游客 巴塞罗娜的女明星和美国的男明星 这里的价格呢 有五欧元一张十欧元一张 五欧元一张呢 I think a minute 十欧元 Oh 10 minutes I think a minute 十欧元 他说画一个人的肖像 只要五分钟 价格是十欧元 疫情之前这里 所画的人很多 现在 已经没有多少了 到了夏天 外国游客 都在这里 请人画画 这是他们的作品 素描 画得很好 一张画大概二十欧元 以前小小的面包店 有点面包比萨饼 什么都有 那 现在只能是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用了一杯咖啡 只能 待在 大陆上 在这里 不能喝 一只 很孤独的 鸽子 好像 感觉很胖 大概吃饱了 飞都飞不动 在这里 休息 现在 这条 南布拉斯花街 马上就要 走到尽头 尽头的 最大的看点 就是 哥伦布塔 现在 哥伦布塔 被树 遮着 一点一点 一点一点 可以看清楚 现在 一点一点出来了 现在离哥伦布塔 越来越近 现在已经 看见 哥伦布 这个 在 南布拉斯 人在 南布拉斯 街上看 哥伦布 是 只是 看见 他的 背影 看看 他的背影 放大一下 哥伦布 天天 站在那里 用手指的 他发现的 南美洲 大陆 哥伦布塔 就在我们的面前 这里就要进入 马利 马克龙 这个 这个 这个建筑 现在门口是西西拉了 它根本就没有人 那就是疫情 刚才 刚才那个请教了专家 马里马克龙的意思就是 它是拉丁语 还不是西班牙语 西班牙语的鼻子 是大海的意思 大海 马里马克龙 这个顶上它是都是用 用玻璃 用玻璃枣 那完了之后呢 就是下面的人都可以 看得见 我找找 能不能找到我 这个应该是我 我在找找手 来 这是我 我 有一辆游船 堵悠悠的 经过 应该是有钱人吧 一边是 右边是大海 右边是大海 左边 左边原来都是 原来都是 餐厅 现在 一个人都没有 那个 桌子一只上 全都是灰 除了灰 就没有别的 一只海鸥 这个应该是海鸥吧 海鸥都喜欢 站在这个毛上面 拉屎 你看看这个毛上面 毛上面被它们拉屎拉的 全都是白花花的 看看 它还活得自由自在 还不知道人类 正遭受着 病毒的侵犯 我们看看圆景 它处理在地中海边上 没有疫情的时候 尽管一个晚上 一个晚上最便宜的房间 要有500多600多欧元 这是最便宜的 那个贵的什么总统套房 一万多两万多欧元都有 这样有人住 这世界上有钱的人还是有 这就是巴菲罗那 现代艺术馆 太阳现在 已经很 很地下 看看地上的 看看地上的影子 就可以知道 但是太阳依旧 但是太阳依旧很亮 光线都一点没有打折 是的 这里有 在练瑜伽的 是对yoga 哇 西洋下的巴塞罗那港还是很漂亮 也有风味 我们马上要离开巴塞罗那港 你看这里巴塞罗那的那个港口边上就是海边 它这个没有任何的安全栏杆 这人要下去就是跨一脚就下去了 这在中国是绝对不可能 万一一个人下去 马上又找你市政府 找你市长算账了 你这个安全措施不到位 但是巴塞罗那像这样的地方太多了 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人从这里掉下去过 但是至少没听说有人要责问市长 为什么这里的安全措施如此不到位 我问过一些西班牙的建筑师或者说是知情人 他们说如果说是安放了那个安全栏杆 这个味道就不浓了 所以想来想去不放安全栏杆 最好就是中国人和西班牙人的思维方式 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都是马戏团的车子 这个马戏团 你看看是1926年就有了 他们他们是长期处杀在巴塞罗那港附近 现在由于疫情的关系 马戏团 也没有办法演出 这些人怎么办 饿死啊 还是烧掉了 还是烧掉了 这艘游艇很大 这艘游艇很大 大概可以坐上百个人 不知道是私人 肯定都是私人 可能是一家什么游艇公司 拥有的游艇 现在是西班牙晚上 下午傍晚六点半左右 只好是西洋西下 时间到来 现在看阿塞罗那的港景 非常好 正好是背光 今天很好 风景非常好 今天很好的 如果您能熟的地方 会否可以 会不会分析 真的 很独却 那一位 这位 我是女人 胡那么 你 不可能